谢谢 各位超马家人 大家下午好 我是瑞云 感恩天地 感恩导师 感恩太阳公公 感谢主持人 熟悉的邀约 我进入超马学习 将近两年 真的今天非常高兴 终于可以在非假日的 上班时间来参加 熟悉主持的经营会 以前我在上班 我总是很盼望 有一天能够参加 大家下午熟悉的经营会 那今天也让我有这个机会 来分享 发生在我家里的 一个因果故事 超马的方法 它解决了我和先生 还有我的小儿子 我的儿子 那因为前世的无知 造下的业因 欠下的债 那今生承受了 三十多年的纠缠和苦痛 我的小儿子 三十三岁了 对不起 回首这三十三年来 除了他自己 没有办法 正常的生活以外 他也对整个家庭 带来长期的 巨大的痛苦和煎熬 在一岁之前呢 他就被医生 诊断出是 自闭症 那从此 也开始了 一幕幕 辛苦的 成长的过程 我记得 在孩子 还很小的时候 我就和我的先生 带着他 四处的奔波上课 我们做早期的疗愈 也带着他 看遍了国内 各大教学医院的 儿童精神科 我们寻求医生的治疗 我们也跑过 无数的宫庙 寄望能够有 奇迹的转变 不过 随着孩子 渐渐的长大 我和我的先生 我和我先生的努力 并没有 带来任何的进步 那孩子的残障手册 从开始的轻度 改成中度 重度 到现在是极重度 我的孩子 目前他不会开口讲话 他没有日常 最基本的生活治理的能力 包括洗脸 刷牙 洗澡 穿脱衣服 大小便 他都没有办法治理 都需要专人 协助 照顾 过去 我的先生 常常会感叹 孩子笨 我们也认命了 只要他肯 乖乖的吃 乖乖的睡 那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但是连这样的心愿 我们都没有办法达到 孩子从小各种夸张的 怪异的 折磨全家人的行为 从来不曾中断过 他的闹 他不是自己痛苦而已 他也让我们全家人 不得安宁 痛苦不堪 他会随时随地的 大声的吼叫 他让全家人 一听到他开始吼叫 我们就害怕 就惊恐 那他会极度的自伤 他死密用力的 会拍打自己的双脸颊 那直到血流满面 他才肯住手 而且也没有办法去看医生 那他也会用自己的头啊 去猛撞墙壁 那家里的浴室的 大理石的墙面 都被他撞得脱落了 那每天他会有数十次的大便 那几乎每分钟 都是到处的小便 让我们疲于奔命的去清理 不论是白天晚上 或者是半夜 都是这样的 过去我在晚上 拖着疲惫的身体下班后 我仍然要开着车 带着他漫无目的的 在台北市的大街小巷 瞎逛 那在假日的时候呢 更是清晨五点钟 他就闹着我 要我开车去载他 载一整天他都不下车 他也不吃饭 中饭晚饭他都不吃 连大小便都在车上 如果他闹着要外出去走路 我就要随时防着他 突如其来的横冲直撞 那好几次很惊险的 差一点就被车子猛撞了 吓得我魂都飞了 那甚至他会故意的在马路边 学校门口脱光衣服尿尿 他这种种种让人承受不了的 怪异脱续的行为 在33年中轮流着上演 总之就是让全家人不得安宁 痛苦不堪 前面我有提到 除了寻求医生的协助之外 我也寻求宗教的力量 这么多年来 我虔诚的识经拜颤 参加法会立牌位 做功德回向 那一直到遇到了超码 我用超码的方法 那孩子的问题才开始有了不一样的转机 我是在2019年下半年 因为我的双胞胎妹妹瑞霞 她传了两首导师创作的歌曲 《生命里战》和《悟红尘》 那从此就开启了我 进入超码的学习之路 我也找到了彻底解决 我们全家人千人在的方法 感恩导师 为了小儿子的问题 我寻寻觅觅 也跌跌撞撞有一二十年了 那现在终于有一线曙光 在学习超码后的不久 我自己就有了这个信心 不过平日因为 碍于工作相当的忙碌 我总觉得自己的学习 还有不足的地方 但是感恩天地的厚爱 导师的慈悲 指引了我 让我坚信这是一个真实不虚 可以依靠 可以相信的路 那终于在今年的六月间 小儿子的状况 有了非常大突破性的进展 我的大儿子在五年前 他在持送地藏经的时候 那眼前浮现的小儿子 和我们一家人的前世的因果画面 那我就简单地来描述一下 我的小儿子在前世 他是一个体型非常壮硕 恐无有力的一个职业杀手 他的拳脚功夫非常好 那有一次他受雇一位仇家 要买凶杀人了 被害人呢 是当朝的朝廷的一位一品官员 他的家族人口非常的多 所以需要使用一些兵器 那于是呢 小儿子就找到了爸爸 爸爸在当时 是一位打造农家用的 一个农具的工匠 他也会打造一些兵器 那我呢 我是一个务农家庭的妇人 我会驾牛车 我也会驾马车 那我和爸爸 都是为了赚全养家 我们接受了小儿子的委托 爸爸打造兵器 那我就驾着马车 带着小儿子去凶宅 哥哥呢 哥哥则是当天砍财 路过命案的现场 但是因为惊恐 他害怕会被牵连 所以不敢向官府报案 而且他立刻就带着七小 举家的逃离 搬到外县市去了 那因为这个前世 种下的恶因 今生夜报现前 我们就成为一家人了 我的大儿子在最近 两个月的某一天 他接受到当年被杀害的 192位的家族代表 一共有三位 传来的讯息 这三位家族代表 表示他们对当时的命案 愤恨难消 而且已经轮转了好几世了 我们都没有还债 那这一世 除了他们要索逃本金以外 他还要追加利息 那对方又提到 妈妈在学习抄马 也做了许多 但是这个债 他是算在全家人的身上 要爸爸和大儿子 一起来共同承担这个债务 他们才能消除心中的愤恨 那爸爸原来完全不相信因果 他也完全不相信 什么负能量的存在 那就在我走投无路的状况之下 有一天我想拿了导师 著作的超级因果 因果密码这本书 给我的先生看 希望能够经由导师的解说 让先生能够改变观念 感恩天地 没想到先生看了书以后 竟然他也开始愿意相信因果了 也开始相信负能量的存在 那这个时候我就赶快请先生 再去读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 那先生在读了超级生命密码之后 他也开始尝试做心法 做忏悔跟发愿 那大儿子呢 他也开始做忏悔 做发愿 那于是啊 小儿子吵闹的行为 他有了渐渐缓和的情况 那就在这个时候啊 因缘即会 透过我的同事 传来一位超马家人给我的讯息 那这位家人表示啊 他在做心法的时候 他接受到我的小儿子前世灭门血案的负能量传来的讯息 他们表示看到我们一家人在超马做功德回向 那弥补过错 这个因果他们愿意和解哦 并且告诉我要带着这192位的负能量来做太阳心法 至少要15回 那帮助这些灵体在光中扬升 那这位超马家人又指导我 带负能量做心法的方法 他是在超级生活密码 第200一页 导师有非常清楚的教导 于是我就开始认真的照着书上的方法去做 我记得在7月12号 第一次带负能量做太阳心法的时候 我邀请他们进入太阳光之中 当时我强烈的感受到自己的手脚 异常的冰凉 寒气逼人哦 我也感受到负能量的痛苦和阴暗 有了太阳光的爱跟温暖 他们好激动啊 我也激动的泪流满面 当第一次做完的时候 我走到客厅 我看到我的小儿子也哭了 哭得好伤心 他眼泪不停的流 哭红了双眼 同时我在做心法的时候 我也会观想太阳光的热 太阳的光和热 照耀着命案的宅院 还有每个厅堂 用太阳的爱来洗涤命案的血资 太阳温暖的爱 花解 惊恐 跟怨恨 那记得在前五次 我在做这个心法的当下 我都会激动落泪 记得我在做第三回的时候 之后 那这位超马家人 他再次传来讯息给我 他说他在做心法的时候呢 又接到负能量表示 说我们的功德仍然有不足 那于是我就在心法中 与负能量沟通 那我才明白 原来是我的先生 他发愿要买50本简体字的超级生命密码 要分享给大陆的朋友们 那先生已经将这个书款汇给我了 那我因为工作忙碌疏忽 我忘了把这个书款汇给天原文化 那我在知道这个原因之后呢 我就立刻去补会啊 那就在持续每天的带负能量做太阳心法 慢慢的我的手脚不再发冷了 我也不再激动的落泪啊 那取代的是欢喜愉悦的感觉啊 我感受到负能量就好像天灯一样的 慢慢的往天上飘升了 每一次都飘升一些 那我诚心的代表全家人忏悔 就在接近第15回的时候 我已经完全感受不到负能量了 就在7月23号 前面讲的这位超马家人又来讯告诉我 他在做心法的时候呢 这些负能量表示 他们已经收到了功德 能量也都补足了 他们已经开心的走进光的通道 顺利的全部扬升了 感恩天地 感恩导师 感恩负能量 也感恩就位苏维平生的超马家人 那这一次的经验 同时也验证了一件事 十多年来 为什么我的小儿子 他不分昼夜 也不分季节 一年365天 他都会把家里客厅餐厅厨房 还有卧室的灯全部都打开 那我们去关了 他又立刻去打开 就这样子开开关关 一天有数十次 我们都怕开关会坏掉 而且如果我们坚持把灯关掉 小儿子就会大吵大闹 从此我们家就是的灯 是永远都是亮着的 我现在终于明白 那虚负能量在阴暗的角落 渴望光的需求 那现在小儿子 所有怪异的吵闹的 折磨人的脱续行为 已经全部消失了 他再也不会把家里的灯 全部打开 那虽然因为过去的 长年的习性的关系 偶尔他会习惯性的去开灯 那我们去劝他 制止他 叫他关掉 他也会乖乖的去关掉 也不会抗议 他现在每天笑脸盈盈 大小便也都恢复了正常 那不过因为心智丰富的太久 一时仍然没有办法快速的 恢复正常的生活能力 那我现在也开始 依照超级生活密码 第211页到213页 老师的指导 我开始带着小儿子 一起进来做太阳心法 那富能量在扬升后 也曾经 他们也给了一些贴心的叮咛 他叮咛说 孩子仍然有是非不明 莽撞形式的救习性 那累世的形性 如果不改的话 难保不会再犯错造业 那等到孩子的状况好了之后呢 我会带着他来学习抄码 来落实弟子规来改掉他的救习性 感恩导师 抄码的方法的的确确 真实不虚 感恩妹妹还有熟悉的接引 也感恩一路上帮助过我的人 小儿子的问题 它不是金钱可以解决的 它也不是药物可以解决的 进入抄码 我找到了解决 我们一家人千年载的路 就如同导师时时刻刻提醒我们的 要或不要 我选择了要 那我的先生从完全不要到 一直到他亲眼看到了 小儿子的状况有改善 终于他也选择了要 负能量这里才释怀 愿意抿恩仇啊 抄码的书胜 再一次的有了验证 导师也常说 因果定律是天律 不管你相不相信 他都是存在的 他分分秒秒都存在的 而且和你我都是息息相关的 那不是一家人 不禁一家门 因果不昧 那我的一家四口人 因为前世犯下的错误 这一生我没有相聚在一起 那为前世种下的因来受保 这一生我如果没有遇到导师 没有遇到抄码 了却这个沉重的千年载 那一生依然是生生世世 轮回纠缠了无出奇 现在抄码的方法 已确确实实让这个千年载 得以偿还 我的心中满满的感恩 感恩天地恩情 感恩导师 感恩太阳公公 也感恩负能量 那如同导师的歌曲 我们的路 这条路是条我们的路 几千年来一直寻找的路 这是一条最光明圆满的路 我想只要我们愿意将心门打开 全然地相信你就可以迎来生命的精彩 不可思议的转变 因为爱化解了千年载 也抿掉了素氏的恩仇 那一项就是我的分享 我最后要特别感谢熟丽 他答应我的请求 在开场的时候播放恩师颂这首曲子 刚刚一看到太阳跟导师的背影 我的眼泪就马上夺框而出 那我每回听恩师颂 我感恩导师的恩情 我的泪水总是流个不停 千言万语 我自己没有办法说得尽 今以这首恩师颂 代表内心对导师最崇高的建议 还有感恩的心 那谢谢大家的聆听 以上是我的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